嘩嘩嘩 香港遊艇會的帆船賽季就快開始了 9月 10月 11月 嘩 真是執爆了些賽事 9月7日開樂 10月11日中國海岸賽 10月16日還要有場遠途賽 香港賽去越南 嘩 這麼多賽事 不行 帆妹真的要好好裝備自己 希望到時有船隊可以侵我玩 帶我去維港比賽 開港有說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記住 不打得都要看得 所以今天帶大家來到香港遊艇會的SHIP SHOP 它是最主要買帆船和帆船運動員的裝備 由帆船到戰衣一徑俱全 Shopping 從來難不倒帆妹 跟我進來看看 嘩 衣服 嘩 女生最怕曬黑 這些長袖的有UV protection的防曬衣 適合我心水 嘩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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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包包 適合女生的心水 可以循環再用的水袋 要 好可愛的紅啤啤 要 超便宜的粉紅色水瓶 當然要 好可愛的 還有帥氣的太陽眼鏡 不是不掃嗎 先去買 買買買買 這些東西 一點都不像是準備玩帆船比賽要用的 這樣別人不會展示我 看看會不會撞到誰 發燒 發燒 嘩 怎樣 發燒 發燒 你加加地 都作為亞運的港隊代表 我9月就準備去參賽 去維港兜船 不如搞一下我有什麼可以準備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買什麼 我買來買去都是一些濕性的 哦 你多人 我們參賽比賽 我兩人而已 哦 我們一起看看基本裝備 好 嘩 很多帽子 怎樣 很多有學問 對 是的 其實呢 你要看你自己喜歡什麼類型 像我這些長髮美男 我通常都會戴這些通膨型 因為呢 如果我戴這些 紮了邊 有些有頂這些 紮了邊 頭頂會有很大的東西出來 那我自己就通常選這些 就是這些 這些頭髮都放進去 怎樣放進去 因為你紮了邊之後 那條邊可以放進去 哦哦哦 又或者如果你說很曬的環境 在底下的話 可能會戴一些寬的帽子 但是如果你是玩那些 Dinky 或者玩小的帆船 這些就有機會吹走 但是呢 都不怕的 它都有條帶給你幫助 這樣啦 那如果你沒有呢 其實呢 就可能如果去到 冷一點的環境 可能性的位置 就要戴一些籃帽 那你呢 那你呢 我是長髮美女 那你很棒的 好了 好 呃 可能都真的挺好看的 嘩 這裡有很多款太陽眼鏡 唷 買什麼色號呢 叉燒 這些對不對 這些是OK的 其實 其實呢 都不是說買 那款是否漂亮的 當然啦 你可能會貪美一點 但是呢 我們呢 主要呢 都是選擇它的功能 我們會選擇這些 可能有浮水的功能 嗯 的太陽眼鏡 如果你跌了下海的話 那也有機會走得回來 這個是跌了下海 它會浮在這裡 浮在上面 對啦 但是如果再安全一點 我也是建議你 加上眼鏡帶 啊 就好像那些帽子 那樣 對啦 有機會跌了出來 它都會在頂上 嗯 但它也有正常我們 那些什麼防曬啊 那些功能 對啦 只不過它多了一個 就是浮水的功能 對啦 好 這個是 在我的Checklist裡面 OK 七燒 哪一種顏色適合我 其實呢 我們選擇防曬衣服 又不是選擇顏色的 我們最重要是看看 它究竟有什麼 的資料給我們 如果我們選擇防曬衣服呢 我們會 通常會看一下它 究竟它有沒有防到UV 好像這件呢 就是 UV的50加 你等於穿了這件衣服 你就等於塗了50度的太陽油 可以幫你 先保護皮膚 如果呢 其實顏色也會我自己 會有些少少要求的 假如你去一些很熱的地方 你不會穿黑色的嘛 通常呢 我會呢 如果是夏天啊 下星的話 我會選一件白色 或者淺色一點的長袖 可能呢 可能呢 保護性和散熱能力會高一點 如果你是冬天的時候 可能呢 因為我們其實 冬天也是會有曬得很厲害的 其實冬天的時候 我會選擇一些黑色 深色一點的長袖衣服 其實顏色也不要緊要的 如果你呢 紅妝也可以的啦 多謝多謝 看得起我 叉燒叉燒 黃色黃色黃色 沙子一點 我喜歡黃色 其實呢 選擇手套呢 都不是選擇漂亮和衣服的 其實最重要呢 就是選擇它的厚度 還有看看你玩些什麼船 那我從最厚開始說起 有些手套呢 好像這些 這個 這個厚度呢 哇 整對消行手脈 這樣 那些通常呢 通常呢 這些呢 就是會是 好像床位車那些 對 玩些大型的帆船 可能那些繩子 有那麼多粗 還有我們也都會 有兩款的手套 一款呢 就是長型的手指 那又會是 整隻手指 整隻手帶下去 那有些呢 是半隻手指 好像這一隻 那一隻呢 那這一隻呢 就是路手指的 那究竟為什麼 我會 有些是路手指 有些是路手指 有些是路手指呢 我這裡 快快介紹一下先 看看你自己的船 的位置 那假如我是一個 搭懈門 或者是搭船 对 搭船 我會建議 它會還是 用一些長的手指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用 怎麼打承結 那些 那其實短手指 這些位置 即是搭手指 那些 其實呢 很多時候 給那些 有机会打圣铁或者圣技人用 当然是一辆船是一个Bordek Bordek是甲板吗? 对,是前甲板 它很多时候要落扣 可能要扪扣 就是手指细节 对,它要做得多些手指动作 会做得多些 而它碰繩的机率会少一点 就会选择露出手指头 露出手指头来绑结 或者可能你要那个帆 插帆 我要把新的帆放进去 我要把扣扣 要转扣的时候 我的手指经常都这样 不行,要脱手套 你又脱又大 你又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是一个竞赛 时间就是一个成绩 好了,我们会选择一些 长的手指可能是一些 即密封包了手指 对,像这种 我们通常会在做Mask 可能是在围里负责扔绳 那种 即是拔着帆绳上落 即是在围里负责 对 那种可能是关打 搅拌 搅拌 即是搅拌 搅拌 那种 通常会搅拌成长手指 但大致上就是这两款 是吗? 因为那种绳磨 真的会搅拌得很容易 搅拌 所以就能包 是的 其实手套这个 都搅拌得很快 其实可能我一个比赛 是说 我是 我们那种 玩船仔的 我们就会选择 类似薄身的 但是这种 拙力就会很强 但不是的 它都很搅拌 而且质量也很厚 其实很快 很快就会融化 可能大概一两个 还有大量 我最快是可以使用一两天 就会一对手套 一两天一对手套 即是手套在白船运动员来说 都是一个消耗品 是的 是消耗问题 所以你看到这里 所以有很多款的手套 亦都很包罗万有的牌子 或者是款式 因为是用得很快 而且你可以 试试那个 又试试那个 但是有没有说 如果我开赛前 我真的忘了戴手套出去 那无论我做哪个方位都好 回到你 其实一般来说 会起水泊 流血 流光 这样 看看你是属于什么位置 如果你拿舵的话 其实 摩擦 会比较小一点 嗯 但是多数我们都是 保护一定是 最好一定要戴手套 安全 然后 你有没有试过 已经有很多枕了 看看你的战绩 有没有很多枕了 也不是很多枕 就是你的保护做得很好 因为我要戴手套 我不戴手套是 玩不了的 哦 一定要戴手套 对 喂 叉烧啊 那些胶鞋 是不是这些防水鞋 不用买 我们的女士在市面上 大把选择 那些 Ring boot 或者胶鞋 要bling bling 又bling bling 要蝴蝶又蝴蝶 其实又不是的 其实呢 我们帆船 都会分开 几类型 第一类呢 就是 好像玩一些 小型帆船 你看到鞋底 会在鞋面上 对 对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些是鞋底的 这些是鞋底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鞋面 是你玩的小型帆船 它有一个动作叫hiking 在帆船界来说 都经常都会用到的 有条脚带 那人就要 他上身就要挨出去 这个就是脚带 放在上面的时候 它会让它绝住 让它容易 在船上的稳定性 就会再高一点 那这些 而且你看到这些鞋 这些鞋 它是好像 那些潜水衫的质料 嗯嗯 因为呢 它就是经常都会濕 经常都会滲 经常都会滲 也会再上一些 就是像这个 就会高痛一点 再看一下 是不是再上一点 对 再高痛一点 对 对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些高筒的话 那些鞋子的鞋子会更多 但是呢 靈活性就会相对低 因为它翻住了你 对 当然 也就是了 如果你做一个跪室的动作 或者你要一个Tag by Tag 可能我要Moveing 这样动作的时候 那些动作可能会被弱了一点 嗯 如果是一些常常坐在这里 常常坐得多的 像你在玩那些小一点 但常常都要Hiking 那些类型会比较好 Hiking其实是一个走的动作 是一个坐的还是一个跪的动作 是一个平行驾船的动作 所以是在摘船 摘船的时候 有机会你的身体挨桌出去 用你的船来摘住 因为风速不同 所以你的人的动度 挨桌的位置和力度都会不同 对 对 也会再简单一点 再高一点 像这些 再高一点 就会再玩再大的大人帆船 可能是外面离开香港水域 那些就会有机会穿到这些 因为它高身 另外它里面是很多层的 即是之前帆妹穿过 我穿过那套Fool Gear 穿着的鞋 你觉得自己像流德华 不觉得 就是一个擦弹专家吗 那我就觉得 是一个擦弹专家 或者是消防员 进入火场 其实里面有很多层的 亦是想做到防水的效果 即是外面那层濕 又塞不到你里面 对 然后你看到这里 还有一条锁带 在锁带 让水不要进去 不要流进去 我穿的时候 我刚才第一次是进入这边 即是它是插入这边 其实是由B 所以它有很多层的 对 对 另外 好了 再说一些普及一点 如果是玩大船的 但是 亦都是低服装的 可能是 还要玩一些 赛艇一点的 可能它要跑的 灵活性要高一点 但是也不需要穿到 那么夸张 也都不会穿 那些像刚才介绍的 那些胶鞋 会选择一些运动型 波鞋 那些 那些 防水的 防水和防滑的 不是防水 反而反过来就会流水 哦 即是马上你进入了水 因为你的船比较小一点 对 对 因为大一点 但是可以比较靈活性 走动一点 大概是 20尺至50尺 都会选择这款 这款的运动鞋 它有几样东西 如果你濕了 其实有些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这里有一些 暗 看到那些 哦 那些暗洞 对 有些暗洞在这里 这里 你见不见那些暗洞在这里 看到了 是横纹那些 是让它流出一些水 不是流出一些 哈哈 是怎样的 其实你踩到水 有机会滑 为什么会滑 就是因为它没有排水 其实它这些水 就会滑到这些隙子 令到鞋底更加贴阔 在船面上走 哦 而且你见到 鞋底有一些洞 就是如果水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些洞排出来 嗯 令到你的鞋 不像糖尔鸭 这样走到夹一下 ok 因为它放了水 那其实我们一般下雨都可以穿 下雨的话又怎么回事 为什么 下雨因为它是透露的 不是啊 因为我进了水 我进了水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闪开 还有呢 有一个很多人都觉得 下雨就穿这些鞋 其实这些鞋 其实尽量都不要穿出街 哦 因为那些地下的沙石会摸破 不是 因为这些鞋 其实是很 很粘 很盛的 而且这些是 不会留 在船上走 它不会留有色 哦 那如果平时你穿的球鞋 有机会在船上 甲板走的时候 就会脱掉鞋 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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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帆船要穿帆船鞋 是 对 对 如果再说 再有一个 就是那些优秀 所以我一只船 坐在那里喝红酒 那为什么要穿飽子鞋 对 我们会有一些优秀的款 就像這些一樣 你看到是一個很old school 的帆船鞋款 但是有一點新的... 但其實這些不預期你穿襪子了 不穿襪子了 你看到有這些小的排水痕 還有這些都是踩進去不會有鞋印的 Johnny 麻煩你 多謝你 叉燒 今集帆妹和叉燒介紹維港比賽的基本裝備 下一集再和大家看看極限賽事 例如離岸賽事的高級裝備 下集帆妹同樣時間看看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給你見面 我會評價 兩次看 我們計劃